最近消息在您關心到 無意高中生案 今天上午針對了下信男子 涉犯衛造文書案來進行開庭 有民眾發現了 下信男子連續四次出現在媒體前 都穿著銅件的藍色上衣 引發外界熱議 而今天開庭 他再度穿著銅件的藍色衣服 而行色匆匆 沒有停留 就走進去了 臺中檢方認為 下信男子和死者沒有結婚爭議 依照了衛造文書罪嫌起訴 而這次傳喚了死者學校的詩姓導師 以及翁姓的輔導老師 另外 當天護證書所受理結婚登記的 張姓櫃台服務人員也到庭說明 此外 此次也首次傳喚了死者母親出庭作證